所以我大概把它拆成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用Core加密的切第几个字 第二个是判断 那判断的时候特别注意 这个Core我先做完之后 这个做完之后 记得就是说外面请你一定要再包一个小刮符 那刮符的位置记得不要打错 因为只要刮符位置错了 后面也会是错误的结果 那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今天他判断是True 他就是1 1乘上1 刚好在这个交汇里面就会是1 表示是一个数字 但如果其中一个为0的话 那就是0 0的话就不是一个数字 这个是逻辑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把它打勾 再来就是数字 有几个的话 我们可以用正列里面 然后呢如果判断错误 去掉的话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假如你刚刚执行的时候 是直接打勾 就上根一幅 打勾的话 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他基本上呢 还是1还是0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里面呢 假如会有一个正列 这边有个Row 有个正列 对不对 如果你要执行它的话 特别注意呢 一定要前后要出现大刮符 意思就是说 要去执行里面的这个正列 而且呢 还特别注意 那个大刮符 千万不是用自己打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 就是真的自己打前刮符 打大刮符后面 然后最后按打勾啦 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发现全部都变公式了 为什么 因为特别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要出现大刮符呢 记得一定要什么 自己手动来打 那这个组合键 你一定要记啦 Ctrl Shift加Enter 而且记得哦 因为我刚刚 像我刚刚选举 不是游标放一个储存格 是放整个范围 那也会出现错误啦 所以记得游标是放在 其中一个 第一个储存格 然后你在怎么办 把它向下填满 它才会自动呢 去帮你把里面的正列 去做执行的动作 这个可能是 一个小技巧啦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正列部分的话呢 就是可以帮助你 在Excel里面 重复执行什么事情 意识跟VBA差不多 那个回圈 可是问题哦 如果你要在这么短的一个 空间里面做这么多事情 其实还真的 蛮辛苦的 我看起来好像大部分同学都还蛮OK 好像至少都有把它做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判断什么 非数字 那非数字的逻辑 记得哦 因为我们刚刚 我刚刚讲的那个逻辑 就是说 我如果要是在 反方向 就是说 我要的是 所以特别最好 就是说 我要的是 它一定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逻辑应该什么 它小于48 或者是什么 其实应该是小于等于47 也可以啦 小于48 或者小于等于47 反正这种叙述结果是一样的 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简单 另外的话呢 一个方向是这个方向 大于等于58 大于等于58 也可以啦 大于等于58 好 那只要是这两个范围 其中一个 因为不可能同时嘛 因为又更小又更大 不可能 只会其中一个 也就是其中一个出现的话 那就表示它是 一个非数字 那这种叙述的话 它回来return的话 就是假设这个1 这个可能就0 这个0 这个就是1 所以永远不可能说 那如果像刚刚我们用 用交集是用乘号 对不对 那这边的话 教各位一个技巧 如果是偶尔的话 请你用加的 为什么 因为把它加起来 那就是一个非数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 它是0 这边也是0 0的话就 都false 意思就是说 它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一个数字 00嘛 就是 所以利用这个逻辑 我们来看一下 公式 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做完这个 你只要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拿这个来做修改就可以 那怎么改 就我刚刚讲的 1 我的逻辑是call 它是反方向 是本来是大于47 那我把它改成小于 等于47 小于等于47 包划47 那特别 小于48 就好了 你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我说两种写法 你也可以直接48 因为我可能懒得再把它改48 没关系 这个东西 其实是每个人的逻辑 思考不同 不然你不要 所以这没有标准答案 哪一个方面为原则 另外的话呢 就是把乘号改成加号 因为不可能0乘1还是0 1乘0还是0 最后都是0 那不对啦 所以如果这个逻辑是或的话 偶的话 通常用假的 如果and用 通常用乘的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小技巧 你如果以后套用的话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然后再来的话 把这个本来是小于把它改成大于 大于等于58 或者同于老实话大于57 对不对 可以啦 如果我习惯就干脆改一个地方 不要改两个地方 像城市最怕是改太多地方 改自己都改 改到容易出错 所以最好想一个方法 尽量少动一点地方 然后呢 城市比较不容易出错 那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因为我的习惯 它都会提供一个参考 所以尽量以安全为原则 怎么样安全呢 就是少改少动 城市越少越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越直觉越好 你自己看得懂 所以你一定要动手做啦 如果你没有自己动手做 你这怎么来的 你根本不知道来龙去脉 OK 好了之后呢 记得怎么样 Ctrl Shift加Enter 好 有没有 它就出来了 五个字哦 五个非数字对不对 向下填满 OK 非数字部分的话呢 有没有 所以 这个应该OK啦 Excel 零个数字 五个非数字 125KG 三个 两个 那没问题 那再来就是什么 China这个 OK 零个 五个 所以基本上呢 这看起来应该 Nokia 8310 8310 然后三个 理论上应该呢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应该可以理解啦 所以基本上呢 非数字部分 我大概只有改 第一个 这个 我的方向 本来是 大于的 把它改成小于等于 然后这边的话呢 本来是小于 把它改成大于等于 另外的话呢 本来乘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加号 三个地方 好 就完成了 这个当然第一个啦 我们用那个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问 后来就有同学说 可是老师这个 我们工作里面 不是要算它 有几个啊 有几个没有意义啊 我们需要的是怎么样 把那几个数字 帮我 把它搬到旁边才对啊 比如说我今天要125 那我其实我只是要125 帮我放到这边来 哎 有没有 那这怎么做 这跟各位讲一下 当然以前函数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做出要的效果 但是 我想要把那个效果做出来 这个难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后来我发现 导不如用什么 用VBA来做 所以后面的话呢 也许请各位呢 把这个做完之后 这个工作表拖拉 按Ctrl键 那下一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要用VBA来做了 那VBA能做什么事呢 也许后面的话 就是把这些步骤啦 刚刚的步骤也许就不用分了啦 就是我们大概需要 用VBA做数字 个数有几个 非数字各数有几个 这个等于是刚刚逻辑再做一遍 再来就是 我要把那个数字 比如说我就 我们可能延伸性就留下那个数字 然后呢 再延伸就是留下什么呢 英文 然后呢 再留下 中文 所以就延伸出来 用VBA写 用VBA当然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要产生VBA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然后 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似乎好像 这个用录制聚集 应该是没办法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录 可以啦 刚刚留下那个应该可以执行 但是其他后面三个 我要数字 要英文 要中文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后面的部分呢 干脆我们就用VBA来完成 那可是要自己写 那至于要怎么写 这个就是待会会讲的 也许几个方 VBA我讲过了 两种形式 一直是按按钮 所以我们会有 至少会需要有五个按钮 多一个清除好了 有没有 数字各处 然后留下中文 留下数字 英文 中文 最后清除 六个按钮 然后呢 再来也许你不是按按钮 你可以什么 最好是这边按下去 插入函数 可以自己变出一个 制定函数 他就是给他资料 有没有 他就返还你要的结果 就放在那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会有VBA两种形式 这个要怎么做 可以先想想看 那当然 不行 没有 等会把那个 一些细节跟各位做说明 反正逻辑知道了 可是接下来要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刚刚非数字部分 那另外呢 产生一个VBA的 我们要的解的 这个这个 我们的栏位 总共有 后面有五个栏位 那待会再分别 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这个地方在VBA里面 该怎么做 那在VBA里面呢 当然第一个 我们需要什么 跑回圈 回圈的范围 基本上就是 for i 等于 这个里面的第一个字 到这个里面的最后一个字 那刚刚那个最后的字 我们是取那个什么 999 可是在VBA里面 它不需要 它有一个函数叫 LEN LEN 其实刚刚那个地方 其实也可以用LEN 去判断它有几个字 我们跑到那个字为止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后面 我发现那个数字 它要放一个LEN进去 好像有点困难 它没办法直接放LEN进去 那这边可以 回圈数 就是 由第一个字到最后个字 做什么呢 去判断说 它的内码 内码是不是在某个范围之内 那请各位先试着做做看 待会我们来看 那个VBA的部分 那如果要先了解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们 这个45页的部分 讲义45page 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个完成的画面 就是 总共会有六个按钮 这六个按钮按下去的话 就会分别产生我们要的结果 那程式的话呢 这边有数字个数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是非数字个数 留下数字 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不过你会发现 这虽然有五个 可是他们其实长得都还蛮像的 所以其实你只要做出一个 后面用Copy貼下改一下就OK了 就会发现了一个 那边的结果 就会发现了一个 那边的结果 这种结果 这种结果